大家好 今天是7月28日 星期五是7月期指的結算日 股市更早有少少反覆 屬於一個先跌而後升 而且恆指順勢再創今個月的新高 先看看指數 早期恆指先低221點 到19418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反覆 而低見19381點 但資金開始慢慢慢慢做扶持 當然A股也出現明顯的上升 從而刺激到港股止跌而回升 直至收市為止計 今早指數曾經一度高見19830點 相對昨天收市來說 這一分鐘是升了195點 當然也創了今個月的新高 7月份的市場暫時應該不變 是先低後高的 由7日的低位18279點開始計算 去到今早的高位19824點 前後來講 金匯玉波幅已經是擴闊到1555點 至於有沒有更加高的指數 比我看到的 就要看看成交金額 到底能不能持續保持暢黃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 由於指數已經突破了所有平均移動線 而這麼多種平均移動線 現在最高的移動線 就是100天線 大概19571點 簡單說 只要指數一直騎著在100天線上 技術上、形態上 是有利於短期後市進一步向上推升 包括8月初旬大市的走勢 好了 暫時來說 相對來說 比較近的關口位 當然是2萬點大關 但我想說的是 一旦突破了2萬點大關 其實上來說 進一步向上網 應該是6月16日的高位20155點 以及5月8日的高位20321點 如果恒指能夠突破這兩個高位 初步已經可以升破了一度中期的下降軌 在那一刻 就要看看成交金額是否配合 這一陣由18279點的回升 直到現在這分鐘 其實只是一個反彈士 但這個所謂的反彈士 能不能漸漸發展成一個短期的升市 我們一定要看成交金額 因為指數已經升至2萬點大關 成交金額是不可能縮的 如果未來一段時期 指數有機會進一步向上攀升 唯獨是成交金額仍然是1000億或1000億以下 大市的升勢將會漸漸受到規限 這個大家要記得 不過有一點我也想再一次指出 由今年1月開始 每個月的高位都是一級級向下限 直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變 但是如果指數突破了2萬點之後 能夠進一步突破6月和5月的高位 將會是升破這條中期的下降季 對後續股市的發展來說 應該是正面 至於5月31的低位18,044 是不是今年全年的低位 現在不能夠下定段 千萬不要一個月的上升 就覺得大市今年已經見底了 當然只要踏入第三季 其實只要資金入市態度稍微轉用 市場走回一股明顯的反彈 這是很正常的 只是反彈能否持續性 因為第一季市是先高後低 第二季都是先高後低 第三季暫時直到現在的分鐘 7月份是先低後高 今個月的低位是18,279 即是指數只要不跌穿18,279 季度來講 仍然保持一個先低後高形態 那就要看成交金額配不配合 對這一點我是有少少保留的 因為就算主要的恒指成份股稍微做好一點 從而刺激指數上升也好 但如果成交金額仍然偏疏 市場是沒有氣氛的 不過當之炒股不炒市 問題是一般的省戶 是否有這麼高超的技術去炒股不炒市 好了 中午的分析我就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積極刺